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60集的補藥袋 我是白冰 大家好 我是寶哥 突然間聽你的聲音 很好聽 不要緊的 我們今天又有嘉賓 好耶 就好像上集那樣 其實我們可以開估 究竟嘉賓在哪裡來 是哪裏來的呢 其實是我們的會員 會員福利 會員福利就可以上來受訪 不 因為他們剛巧在辦公室 有些可能是探望高人 有些可能是探望我 剛巧一撞爭 咦寶哥去那裏 這些是緣份嗎 緣份 所以一切都是緣份 今天這個會員很久的歷史 簡介 簡介 一簡介就穿布 那不尷尬 不要尷尬了 你好 阿生 大家好 阿生你好 你好 我是會叫錯個名字的 你一定要記住 那不就有頭六個了 其實跟他都多淵源的 但都不能說 但我們就回到今天的主題 其實他作為一個名店的銷售 他都翻過幾多工 在讀完書 其實有沒有翻過一些不是名店的銷售 當然都有 因為其實理論上很難 譬如當我中學畢業這樣算 你很難一去就去到名店 很多時候你都要累積一些工作經驗 你當一個踏腳石 你再去到那些地方 有沒有說要怎樣才可以做到名店銷售 雖然我有做過銷售 雖然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去入名店做銷售 UNIKULU 他好像不是這樣讀的 算了我忘記了 UNIKULU UNIKULU 他有一個日文讀法的 但不完全這樣 但我不要緊 我沒有想過要去LV Cucci Matchanel 裏面去做銷售 但我不排除 有些人是覺得 可能會比較好賣 或者金融高一點 會不會的 其實都會的 會比做UNIKULU 其實有兩種的 要不就是底身很高 要不就是佣金很高 在進軍名店之前 會做些什麼售貨品呢 其實有做過一些家具產品 家具 或者一些半車似品 例如我當手錶 它都有不同的價位 可能一些沒有那麼高價位的手錶 都是一些半車似品 或者有些人我認識 例如做電器 做電器 就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當一個小型踏腳石 去到一些名店 是的 我真的不算是很多 這個零售 即是叫做高端零售市場的朋友 即是零售的銷售員的朋友 最高端我認識一個 對我來說最高端就是在Apple裏面做 但Apple的售貨品很特別 跟其他所有售貨品有些不同 要很熱愛Apple 其實他們是近似一種服務員 多於一個零售 因為他們沒有零售 而且他們的產品本身已經足夠 你不是很需要再一些 去售貨品 去售貨品 去夾他開單 是的 我有這個印象 想大家一起聊聊天 譬如我有些朋友 就是很喜歡買 或者是手袋 或者名牌 那些都不優做 我發現是完全不優 因為通常他們是 你去到 你還要排隊 還要等他 給你賺多個售貨品 你才可以買 是的 其實現在奢侈品市場 很多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就說 譬如我想要一件A的貨 我們當中就叫做吃豬頭骨 吃豬頭骨就是什麼意思 可能你要買一些 可能你完全不需要的 或者是你完全沒有留意過的產品 可能是那個牌子 那個公司的一些死貨 你就可能要接一點點 要吃了 然後當一個售貨品去當排隊 我有買過類似這些東西 賣 賣 是的 是甚麼 我試過在那些 類似成品 還是甚麼的 那類的那些店 做公司 賣那些 西里琴的 賣那些 中文是甚麼 直鑊 直鑊 直鑊的 筆左 很狠狠狠 是的 但我記得也挺好 那天 因為都賣得多 但那些是很無聊 很狠狠 我不知道是甚麼事 我已經忘記了 甚麼來看 我完全沒有試過 這個我都沒有接觸過的產品 很奇怪 但你也是文具向的東西 很旺舊 不好意思 我們重視一下阿生 那你是從業過甚麼類型的產品呢 其實我從業過剛才說 我做過家具 或者一些生活用品 也做過 又或者是服裝 我想其實很多人 都會聯繫到服裝 和設備品牌 甚至乎到現在 做了一些奢侈品的品牌 其實都有的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軌跡 所以你也是在零售業 和洗錢洗得多的地方去打滾 那你從事了多少年 在零售銷售市場 還有暴露年紀 其實都應該有11年了 真的不短 我有個問題 就很直接去問 找多少 找多少 你現在一定要問 這個肯定要問 這十幾年來 是不是你的薪金 或者收入上 一直都是穩步上揚 去行動 還有現在都停了那些奢侈 對你們的影響 是不是很大 是會很大的 是會很大的 但是人工的時候 又沒有跌 就是差不多 那就是沒有影響 那沒有影響 因為其實我在過程中 我有轉變一些公司 可能人工也有不同 還有我的年資又會長久了 變成我出的人工的分別又不會太大 但是如果你說 我看到有些公司 可能它的佣金佔比 是比它的底薪很多 那它人工的影響 真的會很大 因為我聽到那時候 譬如 Let's say 譬如 Let's say 譬如 Let's say 是標也好 名牌也好 或者是否珠寶金行也好 每個人都走出來 都起碼十萬八萬 是的 有這些的 真的很吸引 去到這一段的時刻 其實你工作的時候 你遇到那個不同了 即是你都不一樣了 對你來說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現在你收入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實際上可能公司怎樣夾你 那些東西會不會有些東西可分享 其實反而很多公司 即是我也有很多零售朋友 反而走的方向是 再比以前的訓練 再入獄一些 即會怎樣呢 例如以前我只是純粹 我產品上的訓練 提供了給你 你去做 現在很多時候是 教你怎樣去跟一個客人 去做一個朋友 去創造一個長時間的客戶關係 嘩 這件事都很費勁 是的 反而現在是多了這些東西 我相信很多銷售者 在這方面是有壓力的 很多公司可能都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你推銷一件產品容易 但是你跟一個人做朋友 很人煩的吧 之後你就會覺得 嘩 不是那麼容易 要你拿個票 哪有這麼多朋友 一天幾百個客人來 幾百個朋友 要跟客人做朋友 是的 那時候要銷售保險 銷售基金 銷售這些 或者你是銷售遊艇 銷售飛機 你有回一萬元佣 什麼都可以 對 對 對 現在很多時候是訓練的心態 訓練那個銷售人的心態 要很厲害 那是公司找回那些訓練員來 就是大家 銷售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心態 是不是這些 其實內部的人也有 或者請回來的人也有 很多時候現在的名店 有些都會請一些可能是 類似什麼樣的東西 對 也有些可能是 某些很成功的同事 不停的分享自己的成功 好像是保險那一套 已經是 會有的 會有的 就是分享你的 你的至性之度是些什麼 對 不如直接就這樣 你覺得你可以在一個名牌店 或者在這些名店裏 他都會請你 真的 有時跟你私達聊天 很冷酸 其實他不覺得 很冷酸 冷酸什麼 唉我不想做這份工作 不過很想法一定找到下一份 即是他的潛台詞是這樣的 我很容易找到工作 我很容易找到工作 很容易的 不用擔心的 即是他那個 那麼容易找工作 一定是他容易找工作 還是什麼 因為我很少找工作經驗 我覺得是行業的需求很重要 其實我相信是因為現在疫情剛剛 所謂疫情剛剛好一點 市面的氣氛好一點 其實有一些品牌 會除了搶人之外 建議現在地租便宜 借這個機會來擴展 變成他需要人手 所以其實我相信 售貨員是 除了經驗開始豐富 去到我現在的年紀 可能中間的年紀 其實我覺得是搶手的 我覺得是搶手 只要你肯去做一個好的表演 去表演自己 其實就很容易入門 因為你已經不是一張白紙去做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你叫什麼 如果你懂得做銷售 真的 其實都 很難窮 有什麼意思 你會不會出來做銷售 都 你畢竟都是堅持銷售 如果YouTube禁止了我的頻道 就可能 都要出來 都要出來買笑 因為這個也可以說一下 做YouTube和做銷售 其實做銷售有很多東西 可以應用到做YouTube 如果我沒有做過銷售 就直接做YouTube 你又應該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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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做過銷售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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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是不是要多謝我們的地獄的閻羅王 地獄魔王 也要多謝他 做銷售是一個很人性的職業 因為直接就是對人 這個就是最直接的位置 這個很重要 我們回到阿生那裏 在你做銷售這麼多年 開始進入一些大公司做 你覺得做一些沒那麼大的公司 真的大公司有規模 有機會請Bundtrial來訓練你的規模 給錢又這麼多人 就會請Bundtrial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做一些小公司 其實是輕鬆一些的 很多時候你專注在你和客人那裏已經OK 但做大公司你會變得多一些規矩 還有其實很多時候做銷售 有些朋友做得久 有些朋友做得不久 很多時候就是你的人際關係 甚至乎你和同事的關係 和這些可能上司的關係 你怎樣去經營呢 你怎樣去面對人多是非多的地方呢 還有你怎樣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可能我從一號到三十一號 跑完這條數很好 但一過三十一號之後 你就是由零開始 你就是由零開始再追過 你怎樣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再去追溯呢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關鍵 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想一下 你真的把一些保險的CRM系統 怎樣去調整客戶 或者那些東西 你再去調整一下 現在做高端零售 超有市場做的 我覺得是 因為我不知道 譬如 反過來問一下阿生 你自己平時這樣 你也有些可不可以知道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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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做什麼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說不可以 是秘密來的 還是大公司用不用的 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 其實都要的 某程度上 可能你想跟那個客戶建立 或者你知道那個客戶 我們所謂的有質 你可能想跟他的關係維持 追溯他 真的會比較好 我們有時候說 追溯客戶 可能他生日 或者你知道他某一些 的資訊 原來他有興趣的 生日 送一個女兒給他 總之是 你會可能 譬如我見到 我之前有個客戶 他喜歡MIRROR 可能我見到 有一些關於MIRROR的產品 我會特意儲存給他 嘩 好貼心 那這些就贏了 是的 這些 我就問一下 難怪你能追溯女兒 這些當然 做一單 譬如你平時 你買人 現在買人的東西 平均一單的 生意額是多少 說不可以 這個很實在 就不能回答你 但是如果你說 我只能夠說 你做一單的生意額是不錯 是可觀的 嘩 所以說很高 那也試過有挨七位數字的 真的很多 如果零售 你不是買樓 那你一隻標都要 還有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說的錢好像很厲害 那一隻電腦 十多 那些你要多貴 可以有多貴 但問題就出現了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做奢侈品市場 不是你有錢 就買到一件貨 當然也是這樣 你是很靠關係 要排幾年 那樣 譬如你進入 你不是放下夠錢 然後你可能想要一個 很多人都欠的產品 然後我就可以給你 因為有很多熟客都在排隊 可能我也是留你的電話 然後你也是繼續排隊 你要籠落一個銷售的 那些名店 真是當有錢人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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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他們都不是只有一個銷售的 他們只不過有幾個出口 找一個出口 咦這個出口到 那我就去出口那裏走 不過如果你是終極有錢 最後你也是能夠回銷售的 這個也是 你是沒什麼錢 假裝有錢那些 你就給銷售 你很有錢 就反給他回頭 那你有沒有遇過一些很奇怪的客人 奇怪的客人 如果你要問我 很奇怪的客人就是 有一個很特別奇怪的 真的沒有的 但是有試過是 他進來後不知道那些錢怎麼花 很辛苦 我幫幫你 我幫幫你 很累 譬如我可能有五萬元的預算 可能我只是沒有意義 但我純粹想花了那些錢 這個是Amazon的 Jeff Benson那個契女 不是那個有個養女 我看了一段新聞說 不想她太節省了 然後給了任務她那個契女 不是那個養女 每個星期要花五萬元美金 一定要花光 等於這些 那最後你怎樣幫到她 你怎樣幫到她 那當然 你要東西的 很簡單的 其實每一個做銷售層面 可能做零售的公司 它都有些目標的產品 即是你要推的東西 那可能有些優勢 那既然她今天進來 沒有要無求的 那我多謝了 送你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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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 我在想起以前 在地獄那些 醉人高蓋 然後按鈕交產品 送一件給她 那些設備轉讓 設備轉讓 像全治勇那些 還有如果她拿錢來 她沒有什麼需要 即是她可能真的想花掉 那你就創造一個需要給她 假設你要銷售一支筆 那你會怎樣銷售 不懂 這個問題我一直都想不到 那簡單一點 如果我就試過 我簡單一點要用一支筆 那很簡單 我覺得挺好 那套懷疑街之外 我想要你的簽名 她這套戲 到最後問那個問題 我到現在都不懂 怎麼買一支筆 他就說 我真的不懂 我到現在都不懂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 可能你要創造需要 我想要拿個簽名 我很欣賞你 要不要給我簽名 你沒有支筆在身上 我有支筆在身上 那你就創造了需要給她 但這件事很複雜 但其實我覺得 你做luxury 那些品牌已經幫了你很多 也有的 他走進來那一刻 譬如我好地地都不會突然走進來 其實他的爸爸 即是他的售貨品分離 已經分走了很多無關痛養的人 看走了我 還有我 剛才的技術就是幫助他吃豬頭骨 吃得更開心 如果這樣說 那你遇過 那你認真見過 這個人無底心談 我感覺到他真的很有錢 或者他開張單 真的大到 你用黑錢嗎 這個人 去到這麼誇張嗎 你有沒有遇過這些 如果我沒有遇過 我都試過幫助同事 可能要合力去追蹤一個客人 我事前已經知道他很有錢 很搭 很搭 基本上你放什麼給他都可以的 去到最後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已經把我們可以認為是很適合的客人 又非常適合的產品給他 他都要了之餘 他突然說了一句 你公司只有這些 你公司只有這些 就說了一句 林保堅尼上的軚盤 已經全部都是勞力士 已經捆住了 車的軚盤 想怎樣 不過他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人們買的東西 你買的那一刻很不理智 但當你買完東西 簽了所有東西 就走 突然間真的會清醒 那風一吹 阿威御憤 那涼風一吹 哎呀 可不可以離開 因為很記得 他之後回來就說 其實我那個東西都沒有用過 這個東西都沒有用過 這個東西都不適合我 但其實那一刻你買的那一刻 他就是開心 就是最大的消費誘引 整個氣氛很開心 然後你又令到他的需要很舊 然後你又合理他購買的 這個動機是對的 好溝通 對 這個原因是他自己高成自己 好溝通 這個世界不是你高死人 人家高成你的 大家如果聽得多這些做銷售的過程 可能自己感情路上遇到一些問題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你只要令到他開心 首先你建立一個優秀 就是令到自己很稀少的 你的頭髮多稀少 你要派對才可以摸到我的頭髮 對 就像牙石黃金 你要派對才可以嘴多牙石 是不是 我沒有用很久了 那阿生你有沒有用呢 我真心問這個 有沒有用 還是你要說其實我用誠意的 我不用這些花椒 一說誠意就知道你在用這些花椒 那些花椒一定會跟一位 二日打曲的IT人 應該會有些分別 現在是直接的 你那個行業需要的特性是不同的 譬如你很喜歡說話 但你做IT很辛苦 但可能你一個人很專心 你做IT就可能 你可以沉在一些曲子裡面 曲子跟你拍拖 我繼續要問一下名店售賣 是不是很淫亂的 會有的嗎 我不只要去問一下 有沒有藏單的 藏單嗎 到現在我都沒有 你都還搜尋了 你搜尋了後門 有沒有聽過這些 有沒有腰藥 有沒有受到腰藥 阿生你都 不如下班吧 喝杯咖啡 男女呢 男女就行 男男 如果女 通常我試過有些類似闊太 可能都會特意買東西過來吃 可能那天真的走過 有些名店 有名氣的餅店 買一些西餅 這個很好吃 這間店算不算名店 還是不夠名的 我平民來說已經覺得貴了 可能他去買一些酒店 起碼都是Oriental Mandarin 然後就說 你餓不餓 買多了 買多了 那些東西 買了五十幾六十個 買多了 買多了 買多了很多 小叔買了他 沒有東西 可能還不是他自己拿 當然他有些助手 有四個保鏢 然後你 那他送這些蛋糕給你吃 你選擇了好像 吃光了 好像有為 吃光了 吃光了 還是怎樣 他有沒有在腰藥 沒有 通常他這些其實是 在他們的世界上 可能都是覺得禮貌 還有可能他都覺得有求於你 可能和你的關係 建立了 後來有什麼好好的 順利 比如Hermes的某一個手袋 是基本上排VTEL 排很久排不到的 或者很難得到 可能經理幫忙 就會快些得到 或者能夠得到 那個關係 建築在這些物質 和利益之上 是很合乎資本主義 那有沒有一些是有發生情感的 你感覺到 嘩 你不是後悠 未必是你 有沒有這些匪蜜 或者傳聞出現過 通常同事和同事之間 會比較容易有匪蜜 就是客人比較少 都很合理 在那些更衣室 後樓梯 有沒有這些 我自己就沒有留意到有 但是我都聽過同行說 可能同一間店的同事 可能收工之後 會兩個出去喝東西 這個很正常 學行也有 而且你見到那些名店 通常樓上 都是酒店 都是酒店 那些酒店 可能即時去一晚 我名店的售貨 我當然有名店的收入 對了 我們去到今天 其中一個重點 收入 可以有多誇張 不一定是個人的 我想問兩件事 第一是平均數 第二是那個 record high 我的時間高 ADH 不如這樣說 我有個同事朋友 曾經同公司 他是試過八萬年新的 都不錯 對 都是八萬年新的 再高一點的職位 當然還有 當然 你說人工確實多少 我就真的沒有過問 因為我覺得 每個銷售士 其實都有自己的價格 都有自己的故事 對 而且都不是那麼輕易 告訴別人自己的價格 是多少 看得出阿生就是做銷售士 去到敏感的位置 他就會去 我先閃一閃 都要的 對的 其實收入都很不錯 如果你轉工或各樣 其實收入都不會跌 要看你選擇的職業 他之前有說 一些是底身很高 一些是蓋很高 你喜歡哪些呢 我自己 其實蓋很高的工 是比較高人工 底很高的 通常會比較穩定 穩定一點 在我現在 我兩天都做過 我自己就喜歡穩定一點 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尤其是 現在可能過了 2019年之後 我自己覺得 可能世界或生活 可能多些不同的事情 我想洩裂多些 想有多些時間 讓自己思考 不只是放一些時間 在工作上 你做銷售 很多時候 如果去到 很延途工作的時候 你眼裡有錢 產品 還有機遇 其他世界 所有的發生什麼事 都不會理 好 我的十年就是這樣 是啊 我那時候都是這樣 每個人的頭 我頂到的數字 你26千 你24千 你25千 所以 很不健康 其實真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現在會多些時間 可能真的會留意一下 一些 新年代的事情 或者政治向的事情 會留意得多些 讓自己 可能不用那麼空蕩 因為有時候 我做完銷售 做了一輪 儲了一班客人之後 其餘剩下的 可能就是一個銀碼 或者其他的 就是你一個人好像很空洞 我很理解 我也很理解 尤其是你一收工 可能有時候很累 然後 我今天做了什麼 開了12張單 開了12張單 這樣就不小心 但是我也覺得很空蕩 就覺得很冷啊 哇 這些真的是 如果 做開 我有這個認同 因為你做銷售的情況下 你不想賺錢 就不做銷售 這是第一件事 但是你去到極致之後 就覺得 好像你收工 或者你叫夜蘭人證的時候 就覺得人生有些 都不知道為什麼 的那種感覺 你又知道你不會去到 億萬富翁的嘛 就是你繼續做這個工作 你可能給你 同期的人 或者同年齡 或者你比較的對象 賺得多些錢 但是你又是否改變了你那個生活的一個形態呢 其實都不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也會有這個認同的感覺 對於這種 所以我就沒有再做金融了 那新近日有沒有遇到一些難題 或者做銷售做得久 是不是會畫牙呢 其實我也真的有的 因為你會開始厭倦了你的工作 還有有時候你會懷疑的 就是你做得好的時候 你當然是不懷疑 你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很懷疑自己 對不對 這一行 因為你每個月都會清晰 當你有時候懷疑的時候 就看自己的心態夠不夠強 或者有時候會不會有些 可能同事朋友 或者有些上司看到你的狀態 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說幾句 可能那一下就中了 可能提醒自己 給了能量自己 我深刻我覺得 我現時都覺得自己的制度都還不錯 暫時也有些人提點我兩句 我也覺得自己是 那如果對的就聽一下 因為有時候很多時候 我未做零售和我做好零售 我覺得自己最大的分別就是 放不放得下自己 因為你未做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是很大的 但當你做零售之後 你發覺原來你為了錢 或者你滿了客戶 你就可以把自己放得很低 就是這些事情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因為其實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工作的層面下 你多或少 你都要把自己的一些自我放下 但是關鍵是 你放下的東西 和你核心的價值觀 有沒有相違背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因為我自己工作不同的情況 但我都遇到一些很年輕的 他的自我是很強的 強到根本是公司容納不到他的 沒錯 那你又找不到 但另一方面 以前做的行業的時候 也都見過很多 他不止放下自己 他簡直是鬼賣別人 他為了錢 他可以放下一些 道德 或者一些比較重要的價值觀 對你來說 賺到錢是最重要的 那這些是拼得很重要的 其實你怎樣在那個 我叫做 那個裏面 不同價值觀的衝擊下 你仍然維繫到你自己本人 是一個 我覺得不關於工作的事 是你的生活上 你怎樣對得起自己的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所以要有 其實反過來 你要有一些 除了工作以外的個人追求 嗯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近日這個又可以爆 小小東西 其實也不是小東西 我好像很開心 不是不是不是 我最近又跟阿梅吹嘴 講開就是 怎樣戰勝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 不是不是 那我就問他 你是戰爭 你是想推翻他的資本主義 為什麼在資本主義裡面贏 他說在資本主義裡面贏 那我就回答他很簡單 你只要放棄一樣東西就可以 放棄獨特 人性 是吧 你放棄了你就贏了 比較一個捷徑 我覺得在尤其 你香港的資本主義的情況下 你基本上是 沒得贏的 我也有跟一個朋友 都是做完事 聊開就是 你要怎樣在資本主義的遊戲裡面贏 第一件事是 你要有個時機 嗯 所以他是很贊同 有戰亂的 如果以這件事來說 因為只有亂 你才有機會 可以上到位 因為其實你資本主義是什麼遊戲 就是大家都玩過 大富翁 你想一下 基本上你到後來 你山頂起樓 你一踩就玩完了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越遲出生的人 是什麼 如果在香港這個遊戲 就是 已經是玩了二百個圈 就好像二百個圈 你怎麼踩都死 你唯獨是 你可以這麼巧 如果你能夠坐牢 你都可以避一避 就好一點 所以最近我看到 一些智庫的經歷是什麼 2013年 吳瀉心買了少許Bitcoin 然後坐牢 坐了十年 一出來就發了 就是這樣的經歷 我覺得 所以 如果你要在資本主義裡面 贏 你要放下很多你的個人的價值觀 這是事實 但是 反過來說 你贏是否一定需要呢 或者是 你是否可以 不跟著他這個遊戲來玩呢 我覺得這一刻 譬如 張王明智 出這個NFT 其實他也是在對抗這個 這個權 這個世界 所以蜜蜡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有很多有權勢的人在玩這個 因為他在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如果這一刻你覺得你是沒有路可以爬上去的 我覺得其實這個 你聽多些有廣告 因為我覺得是有很多的例子 可以改變到人的生活 起碼在這個時刻來講 舉一些例子 譬如菲律賓那樣計 有一隻蜜蜡遊戲叫AXS Infinity AXS 你當作是玩平時手遊的遊戲 但他會給你一些關卡 然後其實菲律賓就衍生了很多人 因為經濟很差 很多人失業 在家裡玩這個遊戲 之後他們每個月有五六個水美金 幾千元港幣 在他們的社會體系裡 舊生活 其實來香港做工人也是三四千元 其實反過來 我家裡玩遊戲機 我也是三四千元 為何要來做工人呢 其實是正在改變一些東西 最後的故事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但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就是蜜蜡貨幣 對於現實的資本 對於現實的貨幣 以美元為首 貨幣的價值 是一個很大的嘲諷 就是一個嘲諷 你可能左邊的時候 你現在買一個 你放銀行的存款 恭喜你 你有零點零幾%的 interest 但你可能放在蜜蜡 你的銀行是幾十% 甚至乎更加多 其實反過來 其實這件事 就是錢這件事的價值 是蜜蜡的 就是完全是瘋狂的 所以 會不會是可以離開這個 這件事 就是現在的美元系統 因為現在的美元系統 那些貨幣 是完全是去到 是很搞笑的 但是另一方面 香港有九成人都是什麼 我們要買樓 一定要買一層樓 這些fixed belief 其實如果 他們不decode自己 其實你有沒有必要 去買一個屬於自己的屋 為了一層樓 而窮一生 去幫他工 令你一輩子都負責 那一層樓 很多人其實是沒有這個意識的 我不知為什麼 但是我家人 社會和我這樣說 我反過來 你每個人多些去思考 這件事 你都覺得那些事是荒謬 之後 越來越多人想 樓價會跌 我覺得是 然後你又被人吊 因為你影響了一些既得利益者 所以 我自己覺得 你有沒有一個獨立的思考性 就很重要 就是 因為 你當吹嘴說多幾句 我看到有很多人 有很多 不同的一些關係 的思想 連在一起 打個譬如 在座問一下 你覺得結婚是否要買樓 我會答不用 但是你隱隱然會覺得 女方可能會覺得要 是啊 阿生呢 我以前覺得 結婚前是要買樓的 但我現在又覺得是不一定的 或者再想個另一件事 女兒本身有 都可以 快很多 很重要 但我想說的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 這兩件事已經連在一起 然後很多時候 這些就是 社會性對於你的枷鎖 對於你的想法的一個 困住 等於洗腦等於邪教 那你有沒有Decord你自己 可能最後你想完一陣 你都覺得有需要 我覺得很煩 因為你經過你自己的思考過程 香港那個教叫買樓教 做什麼事情都要買樓 好像基督教 就要祈禱 香港買樓 買樓之後你都會做事 你肯祈禱就行了 香港人就買樓就行了 說完了 我覺得這個不錯 也不錯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多一點提倡 就是你那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 不要覺得太多 約定俗成的事情 可能他有他的智慧 但不一定是對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說話都不一定是對的 可能就要買樓 可能就要買樓 可能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睡在街上 我二十年前信 信了我去補歌 現在睡在街上 記住你自己的選擇 難怪我自己的 沒錯 所以這個是 當我的資本主義 推到差不多 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吊詭的 究竟是每個年代都有人這樣想 還是這個年代會開始多 還是一直都是這麼多 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年代 因為八九十年代 是一個經濟起飛的階段 就是你全世界的 日本的泡沫經濟 去到大陸的錢的崛起 很多東西根本就是沒有思考過程 大家的核心價值就是錢 但我覺得去到你近年 是很多一些對於錢以外的東西 是多了 demand 就是多很多 例如new age的東西 亦都不只是宗教 以前可能這些就是宗教 但是現在是對於個人的思考 是多了很多的 但是所有東西都有它的 drawbacks 就是很多人都很有個性 就是那個個人主義 亦都是很強的 你變成在這個年代下 你怎樣去group一些人去做事 亦都是另一種東西 就是少了那些乖乖的珠珠 去做事 但是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人類是有進步的 就是講到人類去到 是 就是多了想這些東西的 我覺得 所以 都是好事 生理來的有什麼打算呢 就是 你有份工作不錯 但是你又有些迷惘 就是 我們嘗試 一齊有迷惘 我們嘗試想想 雜思共益 其實我覺得自己都用 我深刻 我都覺得自己在說 用把口搵吃 其實我也有想過 其實好像白兵一樣 可能出個頻道 或者是可能 有其他發表意見的平台去做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一個好的發揮 但可能暫時都會有穩定的工作 可能之後再看看 如何慢慢慢慢去不同地方 去找一些出路 好啊 就是向這個方向 直接踢走你 不可以 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其實是 我覺得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去做 所以更加應該嘗試 更加應該去嘗試 而你嘗試那個 而那個動力在哪裏呢 就是你要不要想太多的一個效果去做 才會有機會嘗試到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YouTube 就遠未去到飽和的所謂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什麼叫飽和或者成熟呢 台北就叫成熟 你在西門町 招牌摘下來一定摘四個YouTuber 一定死YouTuber 這叫飽和 這叫成熟 香港都遠未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就算成不成熟也好 不重要的 如果做那件事是令到你自己滿足的 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 即是說回 精神論 我們錄這條片的時候 在11月11日 今晚我出片 其實弟弟是處於一個剛剛病原正在康復的階段 所以無論我寫稿還是拍片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 但是作為過內人 做銷子做到迷失自我 迷失在這場愛情遊戲 真的 整個人都迷了 即是從以前在地獄賣金融產品 賣到你自己都完全不忍耐的產品 照賣 然後照賣 然後去到那個位置 覺得很錯 然後做生意買賣 好一點的 因為我沒有怎樣做鬼 但是有沒有說 會不小心陰狠 小心送了棺材出去 也有的 當然 你可以想 不關我的事 你要壞 當然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 你很難撇除 其實我不是累了別人 然後去到自己出來做生意之後 就疾了 機緣巧合開了youtube頻道 即是機緣巧合 是啊 那就是 契會那個人那個叫什麼 不可以說開心了 但是滿足度是高了 即是那時候賣海樓的時候 可能一天簽兩三張單 一個月賺十幾萬 即是這些位置就是 即是一直賺十幾 不是一個月十幾 然後零了半年 即是八萬年親 即是七八個八 我一個月賺八百元的 那一年也是 即是一年 很多這些 做保險 很多 但真的不是 一直賺到 然後花很多 一個月花六七萬 眼睛都不能斬那些 是 是啊 即是那時候吃東西完全不看價錢 幾千元吃飯那些 即是都狂撞這些 不能怕吃 這樣 不能看價錢 是吧 但是 然後那個滿足感 反而沒有現在那麼高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是在你 對的舞台 那肯定了 那肯定了 不是的 只要我的政治立場 飄黃一點點 我就去回國 即是喊 其實你時光倒流 回到區選之前 你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你現在就是 我就是又 但是我會不開心 那就沒有意思 那就沒有意思 這個就是探討 去到你做人的意義 究竟是 不過這些 你講得很遠 但我覺得是 因為你在做你覺得 你發揮到的一件事 就是人都是需要一個意義的動物 我覺得 就是 你做的那件事 是跟你自己的意義 是混合到的 即是跟你的人生是有關的 即可能你 因為其實 我會這樣看的 譬如 有些人對於賺很多錢 對他們來說很有意義的 因為可能 不同人的成長背景 去到金錢的價值觀 都會很不同 所以 現身而來 奢侈品 也對很多人有不同意 有些人覺得是浪費錢 有些人覺得是身份象徵 有些人覺得是滿足自己 即不同人的感受都不同 我覺得 退而求其知 其實就是 工作也是一樣的 即是 你自己是不是 心神上 你是很享受你的工作 起碼你這一刻 就已經足夠了 可能十年後 你不會再做這件事 也很大機會 因為其實 現在越來越 有web 3.0 有元宇宙等等的事情 你不知道將來的世界是怎樣 但是 起碼 你這一刻 你在發揮著 或者你在做你自己覺得 個人滿足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 當然 不是人人都可以 你的工作 如果工作 你做到這件事 是很滿足的 也你可以很充實 但是起碼 你不是 但是每個人 在現實的需求上 他都有他的生活要過 但是在公餘的時間 你去發展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一個 非常好的 起動 我覺得 對 好像我早前 我自己也有時跟白兵聊天 他叫我 不如你試試露營 露營正 我不是露什麼 露營 露出 野外露出 野外露營 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其實我過去的時間 我見你馬上去我露營 遠足 野餐 十二隻空洞 原來我發覺我真的很少去 把自己的頭身去大自然 戶外 戶外 我都覺得去一去 吸收一下陽光 坐在草地上 馬上去開心一點 有感覺嗎 真的開心一點 真的可以做到事 立即做到事 立即做到事 所以我都很鼓勵 各位聽眾都可以去一下 因為去完 你這個人好像會放下一些東西 同時你又拿到一些東西 在自己的內部 沒錯 所以每星期我都放假 這個 這個也是叫做 接觸一下大自然是不錯的 但也要趁時間 跟對方去 這個都很重要 你好像有些東西想說 沒有 我知道他跟他女兒去 說這件事 他跟他女兒去 他就開心 突然間 我突然說要跟對方去 對 我以為你有些東西想公布 有些趣味 沒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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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 我近年一個得著 也不是近年 是近這個月的得著 就是多接觸大自然 是無論得定的 還有我好像早前 我好像有去過大埔海濱公園 你之前是不是去曬太陽 我是早前試過做同一件事 有一個草地 看到有人放風針 坐在那裡 兩個都沒有說話 只是坐在那裡 但是很棒 看著海風 感覺到 其實感覺很放鬆 很放鬆 其實香港有很多這些地方 但其實很少人會提醒這些地方 其實就這樣放假也很棒 很多時候 人們放假 逛街看電影吃飯 現在沒有唱卡 之前就唱卡 但是很多時候 現在開始 我覺得可以把這些地方 健康一點 去一下這些地方 你給我選擇 唱一晚通宵K 還是去露營 我一定選露營 我一定選早點睡 在戶外睡不同 即是在露營的時候 原來我也試過有一次去 這個是什麼 在摩星嶺 即是有些露營的 露營裡面 有些露營的 然後我自己 那次也是跟我太太去露營 然後她也集完給你 所以其實很方便 然後我很記得 大概凌晨兩三點 我睡不到 為什麼 即是很多蚊 最後凌晨三點 開車回家睡覺 是很好笑 我很同意這件事 就是大自然是一個放鬆的方法 或者你去參加不同的文化 都是不同的方法 因為是你一個很老套 其實你那個快樂滿足 很多時候都是向內求 以及不快樂 以及不開心 都是自己獻身出來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都是搞定你自己 自己健康 自己精神健康 你可以去影響到其他身邊的人 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都可以分享最近我一個經歷 但最近他們跟一位工作上認識的朋友 做了一個叫做的 我問她的聯繫 她想給意見 對 他給我意見 我要付錢的 當然要 然後他講了一些點字 令到我有點叮一叮 最近小弟就苦惱於這個素食餐廳的生意不好 亦都時常後腐 為何要投這件事 搞到自己這麼麻煩 然後他跟我說 你上班時有沒有令到自己覺得過癮 開心 是很影響你的生意的維修 我想一下也是 日日回到地獄 又是這樣過 我還沒判過這間餐廳死刑之前 我再做些事令到起碼我覺得過癮一點 然後我就買了一些 本身那裡是沒有音樂的 即是那間餐廳沒有音樂的 那間餐廳 然後我買了幾個喇叭 播了自己喜歡播的歌 我以為你自己也唱了 我差點照片 在你那裡回來之前 這就真的沒有生意了 很合理的 起碼我過癮 然後人家就說 你怎麼還在這裡唱 我想搞LiveBang的 中大第一間 不過一直放下了很多東西 還沒處理 但是這幾兩個星期 我就播了自己的歌 第一天播了Jazz的東西 很輕鬆的 因為昨天剛剛開早餐 學校逼我開早餐 你的標書又寫 你要開 你要開 那段時間我沒有開 然後那兩個小時 一個客戶都沒有 每一個人在聽面播著音樂 做兩個小時 很精神 然後過兩天我喜歡播什麼歌 我可以轉什麼歌 最後也在想 怎樣令到你上班的時候是分 對不同人需要的東西不同 對我來說就是 我很怕同樣的事情不停發生 很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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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做一些事情令到他不同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有時候是其他人去說一些東西你聽 可能就是那一刻你看不到 但他跟我說完之後 我心態轉了 接著我去工作的時候 起碼結果上好了 生意好一些 又想到一些新的點子 如何去嘗試令他做好一點 很多東西就會變成原本 不同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上班的時候 或者你工作的時候 你對那樣東西的想法是很重要 但如果那個想法 最適合的是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你自己賦予他的 就是別人賦予不到給你 但是你自己賦予他的意思 這個就是我自己最近得到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寶哥剛才說的音樂 很多做VTL零售 其實音樂是很有影響到一個人 可能進一間店鋪 對那間店鋪的縮分 或者可能有一個食肆的感覺 其實真的 你譬如聽一些開壞的歌 他進來都會輕鬆開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比如說寶哥 你那一陣子比較抑壓一點 一調聽到轉地球 對 聽到轉地球 對 聽到轉地球 聽一些Rock and Roll的音樂 那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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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狗還未實俗 那你一個人自己做事都開心一些 對 那可能出來的感覺你自己都會… 做出來又開心 自己又做到效果 成績又好些 對 所以令到自己個人 對 那點是 對 看來我這裡都要… 你也要加點吧 但我… 你說薄哥 我都在想著 但我的辦公室已經有很多過癮的東西了 你又想自己唱嗎 不是…有喔 我這裡有一個長期的 是嗎 正喔 可以問別人中文或英文 是嗎 是呀 自己錄吧 我有想過帶我家裡的結他幫你彈 都可以的 是呀 現在我們… 現在你馬上唱一首歌 那又不要這樣 不要騙了那麼大 是呀 我又想過如果我這裡時間多一點 就是有時候夠坐在那裡沒有東西做 就是剛巧可能兩段錄音之間沒有東西做 可以彈一下 好啊 我支持你 那你可以整個音樂台 白兵音樂台 就是我就練回 我就可以IG開Live唱歌 是 我曾經開過一次IGLive唱歌 然後呢 都幾百都在看 就是被政治擔悟的歌手 這樣子 你懂嗎 但是我已經丟下了我的結他很久了 那你應該… 應該要重拾 應該要重拾 那你真的要重拾 還有呢最後兩分鐘 講一下我自己的近來遇到的問題 好啊 我近來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發覺我overload 我的workload overload 那這件事呢 大家可能以為是十一月才發生 就不是的 就是一年了 其實是時間差不多 我overload了一年 就是我開白兵電台 之後我就覺得我overload了 所以今集就是最後一集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我是在那裡 今天我下午在高雲敬禮網的時候 跟他說這些事情 之後他沒有時間回答我 然後我說怎麼辦呢 就是怎麼辦好呢 就是我去到有些位置就是 譬如歌一歌他們 突然間爆了 歌他們都不知道 可能歌我聽回來才知道 我是有想過 不如你們在白兵電台開台 都是一個兩個星期一集 那些 然後我想 如果再來多一個 那我就每個星期再少個小時 因為這個問題 你不是只錄一個小時 可能你又要少preparation 你又要 可能那個時間不糟 你那天要專門回辦公室 那就很蠻蠻的 是啊 那所以這些位置 或者你經常有些事情 心怪怪 約時間 其實都是在消耗你的精神 Dry out 是啊 我發覺我是有一點過勞 尤其是是 來了新辦公室裝修 裝修之後我就停了運動一段時間 我按這一個月才重新 之後我發覺身體差了 又不是說差了很多 但是弱了 有些力不從心 然後再去磅一磅 仆街上升了10磅 站不到 是呀 扯不到 不是說笑 都還扯到 跳不跳得過10米 跳不到了 已經 還有這個位置 就容易病了 我之前一年都不病一次 平均計算 一年都不病一次 但是我最近已經連續病了兩次 我想是三個月內病了兩次 就是小病 就是兩天康復的感冒 但是我本身是連這些都很少 因為你透支了 體力透支了 精神透支了 應該是精神透支了 去做事 糟糕 那不同的 不同的 又說五分鐘 之後發覺自己又打一碗 又沒有五分鐘 又浪費了 但是請個秘書 幫你安排時間 為何要有經理人 現在應該好一點 那些稿 可能多了高人 多了阿梅幫忙 是好一點的 但是因為我星期四的影片 其實我有點逼自己 我覺得 如果我把阿梅的影片 放在星期四那裡出 輸了很多 那我一個月就可以出兩條片 是 是 一世間記憶 但是我又不放過自己的人 我繼續星期四 阿梅有稿交是星期二 有啊 犯罪了過的 星期二 但是應該是你要有一些機會 就是可能你要設定一些日子 你可以放下 你不用做事 如果我自己個人 有一點行為上的建議 是 那去到 就是你要 我會這樣看的 你要把看成那樣東西 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還是一個偶發性的問題 如果是結構性的問題 你就一定是要在結構上去改變 你才有機會去鬆回 嗯 因為你的能力 就是其實 去到我們這個年紀 你不會再加到很多自己的能力 那你就唯有是去動一個結構 來遷就自己 阿梅在這個頻道裡活躍了 之後呢 我感覺到她的精力無限 就是把我扯光了 扯光就是什麼呢 她寫稿 這個都可以叫做有聽的 你當 分享 踩彈 踩彈 就是什麼呢 她寫了一個劇場出來 哈哈哈哈 之後 你寫稿而已 你寫了一個劇場出來 那就要拍 就要視當真地拍劇場 都不是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玩 是很過癮的 試試玩廣播劇都可以 是 是 很多這些我是有想過的 但是我想到 我扯光了 我扯光了 很多事情停了 我的想法很多 我看到阿梅你寫了一個劇場 我就再看一看 劇場差一點 我就想一想 我再想一想 扯光了很複雜 但是很過癮 又玩夠自己 就是這樣 大家接下來應該 我想下個星期二會見到 這條片 我就發覺 一想這些就玩夠自己 是開心的 要多些人 對 要找些人分擔 不過在觀眾角度 你有多些片 當然開心 最好每天都見到一條精製片 應該一個星期後就死了 你又精了就忘了 最後七條 但其實有時候這樣想 例如說 一兩個星期不出片 有時候可能你養精出銳 去出一條 真的很精製的精製片 效果可能更好 因為有時候你不是脈食 當生死了 之後你最討厭是什麼 那條都是閃閃 你以為散得多些 好像中的機會率高些 但可能你還是不中觀眾的心思 不如我想清楚 想好了 量好了 我只是停兩三個星期 只會出一條 可能長些短些 不知道 但是精製片 可能出來的效果更好 因為你都出了大半年 兩年還是大半年 兩年是你無間斷的 無間斷 無間斷 那不如就出精製片 轉一轉模式 因為有時候 你每個星期都有可能不珍惜 就是一個星期沒有 可能突然 之後就再沒有人理會 就再沒有延後 說笑 也不會 放心 我會看 沒有延後 就是這樣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 我們多謝阿生上來 多謝阿富富玩 感謝感謝 拜拜 拜拜